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六点钟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 旁晚六点钟时间 今节有个许散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影片 留恪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沙冷戏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首先跟大家讲讲今天疫情的数字究竟是怎样 听完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招待会后 也有最新的公布 今天新增了4285宗的确诊个案 而里面有21宗是输入性个案 其余即是本地个案 另外也有超过7000宗的初步确诊 而另外院舍方面也挺令人担心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段时间也有一些院友 老友记 真是因为感而云归天 张竹军医生提到了 再有20间院舍 都出现了这个感染个案 他没有逐一逐一去慢慢讲 每一间究竟情况是怎样 不过都说了 是会逐一跟进的 而另外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软霞 都出来跟大家说 另外还有17个病人 情况都是危态的 看到危态两个字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我都明白的 有些网友都在微信群里说 一些很黄的朋友 或者一些很反对疫苗的朋友 仍然都不是很相信的 仍然觉得自己体格强健 不用怕的 就算中了 都像柳俊刚的女朋友那样 都说什么 喉咙痛一下 就是那句 希望大家顾己及人 尽早接种好三剂疫苗 才为上册 再者 大家都是减少外出活动就最好了 其实现在也是 虽然未有疫苗通行症 正正式式就开始take action 但是这段时间来说 其实尽量大家 减少外出的活动才是最好 看到今天 市民除了较早前去超市 买了大量的粮食之外 看到今天 也有不少市民就走了去 类似屈人子 万欧这些地方 就买好一些成药 希望买坏买 不要搞到有一窩蜂去抢购 或者大家定点来 不要太乱 最重要 留意着 政府方面不同的消息公布 才为之叫上册 因为很多媒体写着抢购 可能说他去抢购 我没去抢 我没买 我没买 我们就很吃虑 就个个都冲到去买了 另外呢 在记者会 也有公布一个数字 看到网友 今天下周 在我们不同的微信群 也有说的 就是说 现在滞留在社区等候送院的初步确诊 和确诊者的人数 超过12000人 被指会增加病毒在家庭和社区传播的风险 还看到whatsapp群 还流出了对话的戏图 然后呢 还说 哇 我一家都中了 还说已经 家里的人都吃光 卫生署还没来 什么偷偷地都要冲出去买食 那些这样 看到大家都很害怕 那究竟怎样都好 现在呢 其实有了一些热线 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去试一试 问一问 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尽量做了这些先 不要想起什么偏锋 那为了支援大批留在社区的轻证患者 其实医管局已经设立了7间的指定诊所 在今天 已经正式开始运作 专门服务一些初确诊和初步确诊的市民 但是不包括这个叫自我快速测试情阳性的市民 记住 不要走错地方 我今天看到一些whatsapp群 竟然有一些香港朋友他们不知道 他不知道有这一间的指定诊所的事 我心想 你们有空留意那些什么谣言 什么封不封城 究竟要不要抢购 或者有没有猪肉吃 或者有没有哪些东西买 你留意这些新闻的时候 不如留意一下政府的最新公布好过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真是旧的嘴 也会有人胡说 例如好像今天 医护方面就再多了120个 公园的医护人员就初步确诊 其中20个职员也都列为叫密切接触者 可能有些人就说 那是不是医院里面爆疫啊 不是这样 其实是呢 说了大部分呢 都是可能他们在家里 或者在这个社区感染到的 那好像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确诊过案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张竹军医生都可以慢慢 逐个逐个人跟你慢慢说 现在呢4000多有啊 没可能说得到 说4000个说到天亮都没说完 是不是 那再者呢 有些都不知道去到哪里 或者是隐形传播链接触到都不顶 或者可能之前的家庭群聚又不顶 但是这个就是一件事了 所以最重要这个时候就不要人云亦云 看清楚那些事件的来龙去脈会好一点的 那另外呢 5至11岁的幼童呢 今天都可以接种復必泰的了 也都有不少的家长呢 带小朋友呢 去了接种站打针的 那情况呢 都不会说好混乱 那都是好事来的 那刚才提到买药那方面呢 不如说说一些食品先哦 那说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吧 那路路续续看到那些市民 就是前一阵开始买到现在了 那开始在网上show off 看看自己买了些什么了 那那些网民就说自己呢 已经存了成三个月的粮 三个月那存了些什么呢 那包括说有180个杯麵 还有两包10公斤的米 10公斤都很大包 就好像成个麻包袋一样 我也见过的 金像那些都好像有类似的 那还有大批的罐头食物 雪藏水饺 鸡翼啦 即是急冻那些啦 麵粉啦 可以到时在家里搓馒头 或者丁面包吃都行 还问市民呢 觉得这样够不够啊 那不过呢 网民就没有赞他 还罵他是自私精哦 说他还可以这样post出来呢 是不是想现在的人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那有些人还笑他 不如叫你买够一年的东西吧 不够啊买多点啦 那有些人就说就买了30个罐头 五箱面粉 哇这么厉害的 那么多面粉呢 那面粉呢不可以放这么久的哦 我印象中都是 放到到期前呢 可能几个月左右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便便的 整起来有点点难的 还有什么呢 十包十公斤的米哦 我想好像整个米仓 那很搞笑的 有些人担心没有菜吃呢 就说买好那些绿豆呢 到时发芽菜哦 那有些人还说呢 要不现在整定煲滥水呢 到时可以慢慢 丢些东西去煲滥水 这样哦 那么各知各法啦 那么记住啦 都不要太过去 制造恐慌 这个好一点 那这些呢 摆什么十公斤米十包 这些出来呢 很明显是制造恐慌 神经病 那么多呢 会不会咬到 是不是叫生谷牛啊 就是黑色一粒粒 乱会动一下动一下 哎呀 想起了头都好像痕了 因为怕你摆得不好啊 因为到时浪费了就更糟了 是不是 那回来了 其实今个早上呢 也有一件很劲爆的事情 那发生什么事呢 那在今天 大公报和文汇报都报道了 今天一篇叫做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 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三 那里面就说了很多啦 习主席呢 近日对于支援香港防疫的方面呢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示 那也都委托了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呢 就向特首转达呢 对香港疫情的关注 还有呢 对香港市民的关怀啦 那可能呢 我看看今晚晚间直播啦 会不会再详细地做啦 要求呢 香港政府要切实地扶起这个叫主体责任 做到呢 三个一切 和两个确保的 还有要尽快 稳控疫情 作为当前呢 压倒一切的任务 动员一切 可以呢 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要好确保啦 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确保社会大局呢 就稳定啦 也都下令呢 中央各个有关部门和地方呢 要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政府呢 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就着这一番的讲话这篇的文章啦 就着这一段时间来说呢 很多的所谓爱国者治港原则底下的 引号建制派的 立法会员也好 Keroro也好 就是那些什么所谓KOL 尤其是蓝营那些 说了很多不同的建议出来 对于政府的做法 很多的批评 又给了很多很创新的建议 例如就是什么 强制检测啊 什么封城啊 禁足几多天啊 很多不同的东西 罚五千罚五万啊 又是什么洞高枕头 床板想出来的绝世好巧啊 又是什么一百万人大联署啊 麻烦这些通通收声了 说到明了 现在这件事是特区政府要扶起主体责任 不是你们呱呱吵叫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又吵什么呢 之所以了 习主席开到声了 见到呢 港区人大政协方面 马上就发了个声明 重点来说 就是说会 全力配合特区政府防疫的政策和行动 那才是好说啊 那他们怎么说呢 呼吁市民 坚定信心 团结抗疫 坚定支持中央政府 挺港抗疫的措施 全力配合特区政府防疫政策和行动 此外 亦赋亦赋予社会团体 地区组织善用资源和力量 积极参与抗疫工作 在香港面临这么严重的挑战 关键时刻 爱国爱港的力量 要勇于担当 为社会作出贡献 带动全社会众志成城 积极参与抗疫 哇 就是这些 爱国当头 一定要写到明 那这里是一件事 那其他那些建制派的政党 看他们都有出声 都是类似的 会配合的 会怎样怎样 你现在才说 你之前吓到爆炸的 如果你问我 我只会觉得 这段时间来说 这些什么蓝营 什么Kiroro 还有这些什么 引号建制的立法会议员 妈妈叉叉 说来说去 个个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能量 为了银食 当然是 咬着爱国的旗号 但是其实 倒乱为多 还要说这些阴谋论 那 遲些才数到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 现在才说来配合合作 真的在眼中来说 是一场迷你的内乱 为什么呢 特区政府不可以 逐个逐个认你们基 他记住 他是特首来的 不是随便 哇 然后那些三姑六婆 这个又说什么 什么军事行动 又说什么禁足七日 又骂他这样 骂他那样 那他写了封信给特首 特首那方面回应了他便算了 还要圈回来骂人的 这些嘴唸 这些做法 这些是不是内乱呢 这些是不是引起内乱呢 绝对是啦 现在就好很多了 有了习主席这番的说话 和谭耀宗所说 是一个定心丸 除了表达中央的支持之外 其实间接来说 就是你这班人 不要再搞搞震了 不方不定 那对于这番说话 特首又怎样回应呢 那很快了 在这个早上也透过新闻稿表示 林郑就说代表政府和市民 由冲置者 也都说到了 第五波的疫情来到香港了 政府不断通过自身的努力 多管齐下去围堵病毒 也都按着疫情的性质不断变化 调整措施和提升自身的能力 但是疫情的急速发展 令到当前的情况 极为严峻 大大超出了 特区能够应付的能力 所以说他自己 已经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提醒了中央能够尽快协助的 具体诉求 这真是真诉求 再说到了 为了应对这波疫情 特区已经是总动员 全力去应对的了 并非好像工联会邓家彪那样说 究竟他们在家工作 是不是真的在家工作的呢 好像说到他玩的那样 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门 已经是不分彼此了 联同医护人员 检测的承办商 化验所和负责支援污水的检测大学团队 令到本港市民尽快回复正常生活 这方面真的需要时间才行 要等高峰跌下来 其实已经说了 3月就会开始由顶慢慢测下来 这段时间真的大家尽量少点到处去 打好疫苗 安心出行 记住了 入也好 出也好 也要打好 接下来的 疫苗通行证那方面 大家也做好去 用好去 就不要那么多杂音了 又是什么回家 又是麻烦 又是什么商场围港 又是什么 而今天立法会主席梁君彥 要主持这个 辩论施政报告的 致借议案一开播的时候 都立即宣读了 习主席就着本港疫情作出的 这么重要的指示 也强调立法会作为特区管治架构里面 重要组成的部分 必须要和政府机关一样 上下一心共同完成 尽控疫情的首要任务 我想这些人应该都不敢乱来 没有那么多天马行空 又要吹爆政府的东西 如果现在 已经说明了 和内地方面 有不同的对接的事业 谈着做着的事 逐步逐步来 如果你还在添烦添乱的话 真的相当过分 另外 这个致借议案里面 在这个视像画面里面 都有李家超有份出席 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他只是阴性而已 轮到他开场怎么说呢 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五个工作小组 跟内地去对接抗疫的工作 这五个小组我之前也提过了 记住不是李家超去成立的 是由特首林郑宣布的 我听过或者节目也有提过 其实都挺应对的 挺对位的 即是各司其职 即是每一个司长 终于在这次 要大家这样去同心抗疫的时候 终于发挥到不同局长 他们究竟做到什么了 今次终于见真章了 不过最落幕的 应该是刚刚离开了大家的徐英伟 本来他也要参与了一份 即是代表什么呢 就算少打一个人 都不会乱当的 都会继续有一个后备的方案 除了因为前局长 你可以安心休息一下 不是安心出去 安心休息 李家超怎么说呢 内地和港府都知道 快的重要性是违快不破 和内地对照的抗疫工作 大家有个共识就是 实施一行 执行一行 退出一行 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目标了 尽快以一个阶段性 将有关的工作执行到位 相信都要很快落实 记住了 不是一说就行的 如果像什么火眼实验室 那些何君义都说 吹脏他就行的 你真的不方不吹脏 说完这些东西 大家都见到 很快就开始运作 一个礼拜差不多了 另外有一单就是说 有人从香港 偷渡回到内地 那真是 失惊无神恭喜你 真是多多你不少 那里面就有15个人 他们就在情人节的那天 凌晨4点 在香港偷渡去到珠海 那现在就带来什么麻烦呢 据说 目前当局已经追踪到12个 现在还有3个 亡命天涯 涉及到有关是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 惠州 湖南省 福建省的 那麻烦在什么呢 在这批偷渡的人里面 已经有2个人在湖南就验出了阳性 而另外有2个在广州都是验出了阳性 那是不是多了你4个不少呢 根据广州卫健委在今天公布 2个都是女士来的 21岁 23岁 那一回到广州呢 就走了去天河区的太古惠 LV 不知不是那里买东西 还有去Dior这些名店 亦都再去花都区的希尔顿酒店 还搞笑 之后呢 再去了潘雨的长龙欢乐世界 和南沙区的酒店 那这两个女士呢 结伴同友 都似乎有些银两 虽然说是偷渡而已 哈哈哈哈 有去LV 有去Dior 在买东西 还是不知 还是走什么 起码都要出入酒店 还可以去欢乐世界玩一下 那希望这帮人呢 就不要 惹到周围都是 那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呢 相当之 令人气愤 这些人 那好了 那我后来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那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段时间来说 真的叫做 寻食艰难 那见到这个大家乐呢 原来他在新年期间 制作了差不多 据说是超过3000个 二人份量的盆菜 就给一些基层的人士 那我见到他们都不错 起码有三四只虾 好像五只 还有些烧肉丸 还有些烧鵝 然后油鸡 还有些冬菇 西兰花 这些 说得叫做二人份量 那当然不只是二人吃得了 可能三个人都吃得了 对了 因为见他呢 真是特事特办这样做的 连个盒子都是设计过的 写着 区区开年饭 2022 那说一下里面有些什么 那我透过三十个社福机构 分发到全港各区的服务中心 还有这些院舍 加上6000个基层人士 都叫做可以受惠得到的 长者 低收入家庭 还有残障人士 还有少数族裔 小数族裔都可以感受一下香港过年的气氛 是不是 后面问到才说的 那他们的高层都说了 爆发以来 疫情 令到社会 大家都不是那么开心 有些生活得不是那么好 都继续坚持 会举办一些社区关外活动的 疫情对于社会基层的生计 还有从内地 运到一些礼物 小小礼品包 就送给一些长者 那今次他本来都说想参与 不过好像 似乎那个 运输方面 真的有点滴滴的 不要紧 有心不怕辞 最重要呢 有善心 就最紧要的 好 那今天呢 6点钟新闻 暂时聊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